尽管看球的热情我们可以理解 不过自身的安全和身体健康啊 也是非常重要要重视啊 总之 现场的球迷 射向球门 之前的跑位非常出色 就是射门太糟了 我想面对这样的传球 后防线难免会露出破绽 这个传球应该对他们敲响的警钟 格雷斯卡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 东方是球败低 他是东方不败低 这次进攻还不错 不过他身边人太多 很难有什么作为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 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球被对方拦截 无攻而反 好像犯规了 是的 裁判判了 尼克拉斯 俱乐 吉米西 格纳布里 格雷茨卡 后角无本 神机的把球倒在了门外 代表是变成的 吉米西 吉米西 格雷斯卡 格雷斯卡 吉米西 格雷斯卡 还有吉米西 格雷斯卡 吉米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 把握船球的迟机 让两个传桌 出现在那里把球破坏掉 格雷茨卡 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问题 快速向门前推进 将球送到前掌 太混乱了 门将把球没收了 右路的攻势不错 接下来的发展 折出了边线 门中的好机会 漂亮 用拳将球击出 好机会 好球 马上进入中场休息时的进球 这个球非常关键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球太精彩了 对方只能束手就擒了 灵活的盘带 冷静的射门 这球太完美了 将局被打破 比分变成1比0 这个进球有助于缓解压力 让我们共同期待比赛变得更加精彩 他们的表现不是很有说服力 但肯定能表现得更好 尽量别把事情搞复杂 只要自信一些 也冒冒失失精彩失误就好了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一起回到比赛 格西打立加 必须尽快地扳回一球 让这个局势恢复平衡 尝试打一脚 前面高难度的部分做得很好 偏偏射门没有打好 这一季长传堪称完美 通过一道弧线 精准地找到了自己前方的队友 很可惜 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将球转移到了前掌 格纳布里 蒂姆维尔纳拿球 坎贝亚 坎贝亚直接传到前掌 把球破坏掉 现在事实后有点变化了 他们开始将尝试用长传冲掉 和地面直塞结合起来 让球队的打法更多一些变化 我猜现在他们要多打 后卫的身后球了 起球 直接传到门将的手中 直接长传 很好 这是他熟悉的位置 鲁迪格 一记长传 球在蒂姆维尔纳脚下 漂亮的抢断 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 快攻的好机会 到身体把球抢了回来 蒂姆维尔纳拿球 跟到右侧 漂亮的脚下攻凤 托马斯梦了 他们 本将表现非常给力 险些扩大成两球啊 他的作用果然不容小觑 漂亮的跑位 差一点将比分优势扩大 选择了战术脚球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漂亮的盘带 看这轮攻势如何呢 在那么多的选择里 很倒霉的选择了最糟糕的 虽然我是事后诸葛 但是也不得不吐吐槽 球在蒂姆维尔纳脚下 哦 他把他放倒了 是个任意球 撒内 阿雪的位置很好 我想刚才的那次进攻 肯定让球迷们 吓出了一身冷炭 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 死里逃生的 不过他们仍然领先 这才是最重要的 要到前场 现在是紧要关头 就这样裁判结束了比赛 两队旗鼓相当 最后一球定胜负 他们以非常微弱的烈士期败 他们有充分的时间 来扭转败局 但是在我看来 他们太缺乏冒险精神 保守的战术